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下回到第一節 這個活動又再次沉起 我完全不知是甚麼事 悶叔就是 你突然在這裡看這件事 我去到才知道 這個情況其實有點問題 為甚麼呢 中華的地方我不是不經過 但我現在看到 中華至海皮 即是舊天星碼頭 大家看到摩天倫 我對摩天倫沒甚麼興趣 但我看到有些遊樂場 我以為整個東西都是那些東西 於是我就沒有怎樣走進去 但原來有一塊叫 Aderbelly 紫色牛牛 滿叔稱之為新大大地 鬼魯大大地 你有一件事要說一說 現在香港人的假期 就去度假 出去了 鬼魯母不去度假 留在香港 他就玩佔中 他就佔了佔中 佔了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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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戲劇院裏面的場地 是參加班課 班課 一天做三個Show 就在愛丁堡的Frange 二公二千年 竟然讓他變成了一盤生意 好不好賺我就不知道 但起碼 做到現在還繼續在香港 即是可以來到香港 我估計來到香港這個Show 都不賺錢 甚至可能虧錢 虧錢 但他們仍然做 這個體現得到 香港的資本家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想滿叔 你有空在節目或文章 去批評這件事 例如你在歐美 其實他們做很多支援藝術 文化的活動 他有做的 但支持主流那些 主流我用幾個資訊 金像天花有很多人做 宋宋宋宋坦 宋宋宋坦是沒有人做的 當然不是現在做Frange 宋宋宋坦 只不過問題是 我們在藝術的欣賞方面 如果我們不是開闊眼界 很多時候我們只以為 這個世界只有這些東西 是呀 霸佔了給這些主流東西 霸佔了 是呀 其實這些所謂Frange 這些現在未紅 可能將來會紅的東西 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將來 是呀 只不過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 究竟誰跑出呢 你還未知 甚麼叫Frange 基本上就是 低成本邊緣的東西 是甚麼呢 就是其中一種 玩一下雜技 說一下笑話 說一下 做一下 馬戲班 做一下這些 玩甚麼東西 就是玩一些 低成本的東西 就是做這些show 那些show最低成本 但不影響那個質素 但甚至有時 浪性好題 一定好題 甚至有時 質素會比你的花很高成本 那些show更加高 為甚麼呢 這個就要解釋一下 因為你如果成本高的話 等於拍這件事 很多時候你的寧角要磨平 最大公約數 最大公約數 甚麼觀眾都殺了 但有時就是 信得過程失數二 因為你的公約數太大 反而每個人都不滿意 現在就是典型香港的問題 你看這些show 我簡直是覺得 有沒有搞錯 這樣拿出來 做得那麼差 他又不是成本低 他成本很高 花很多錢 如果有時間的話 其實我們就要多些去一去 這些 稍為另類一點 但其實水平仍然相當高 你在裡面找到 一些你在主流中很少見 但仍然相當好看的東西 他的show一定成功 一定好看 為甚麼呢 他是打出來的 他在街上表演100次 能夠生存得到 那個show一定是好東西 等於我們做網台 一定要打出來 你不好就沒有人去看 這是真的 打出來的 其實類似的情況 以前在藝術會也出現過 但近年香港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場地不夠 這次其實是一個很意外的情況 就是這個場地本身 他現在大概給了兩年的時間 可能在明年也會再續 會再續 日後是怎樣我就不知道 但起碼一件事 大家如果對於另類的文化事業 覺得要支持的話 看完show之後 覺得值得支持 就告訴有關導學 我們真的需要這一類的場地 他這次聰明的地方 他搭台成本 都是低得很高的關係 他吹掌一個帳幕 真的 這個到現在 我連搭台都不用錢 另類危述的必要條件 因為如果成本太高 很多時就變了風險太高 你又要搬就搬運 最麻煩 他吹掌又容易運輸 他散場的時候 他放了一些氣 那些是膠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而唯一的問題 他場地的accessibility 你去過是絕對方便的 亦是大家affordable 只不過問題是你不知道 不過問題是 政府不讓他安排路牌 變成你要盲摸摸 我們教大家怎樣去 我覺得很簡單 你在金鐘那邊 A出口 A出口 你接著就去立法會 天馬公園在那邊過去 上電 戰龍電梯 直直上電路電梯 過天馬公園 就算你不用去 你跟著那個方向去 你見到那個紫色 吐吐這個你都會去到的 這個大風車 這類的活動 你會不會覺得 有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他那個所謂的鬼佬的成份 英國的成份太重了 現在香港 這個基本上是骨幹 如果你沒有骨幹的人支持 你基本上 連 看機會都沒有 看機會都沒有 沒有基本支持 因為你要做一個大塊地的時候 你又要做很多事 你又要放些食物攤檔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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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東西給你坐 有些東西給你坐 他這次的鬼佬搞大塊地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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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都是由英國搬過來的 他們那邊有很多這些東西 習慣了他們公園式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有點像 在歐洲 當時我去德國的時候 我看見他fair 就等於我們中文人說的 就等於 中國 中文人說的 陳虛 是吧 但是他虛裡面 他通常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我那次去德國那個見我們 他都是玩雜沙的 他們習慣了夏天做這種活動 即即即即做這種活動 他做了幾十年 一般來香港話得沒那麼容易 我都想不到他那麼成熟 我第一次去 我以後都想不到 我怎麼行 那些檔灘又好企理 每個檔灘 都不是第一次去做 都好像新傾百戰 做過很多年那種感覺 即不是第一次來做事 雖然那個伙計是第一次來做 但是那個檔灘 都有義工的 也有年輕人在那裡 那個檔灘是很成熟的 即是吃東西 賣的東西 是不會不賣 即是不會不中的 全部東西都是剛剛好的 這個就是管理方面 他們有那個知識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乾淨棋利 乾淨棋利 這個真是很難得的 因為現在你中式大排檔 你買檔灘 吉魚蛋 那些我都覺得 真是很噁心的 是呀是呀 你去做幾吋牛腩 牛站 你就大鑊了 真的 你真是 我問你 你大鑊鑊的 你怎麼做 旁邊怎麼做一個show 因為你的氣氛 影響了你的show 但是我跟主眼機構的公關 都談過這些問題 其實他們都很想一些 local 本地的 對呀是呀 那個叫表九虎 表九虎 大家就說 如果要支持香港本地的藝術 要出席這些 還有泰神 泰神 泰神 那些會動 其實就應該 都去一去 如果說純粹是欣賞高水平的 這些 表演的項目 就看一看 這個catalog 有哪些你自己喜歡看 我相信他們都希望做一件事 正如剛才滿叔所說 場地本身 第一件事是一種 活力 不要說很死氣沉沉 很老 帶出一個香港戶外show的觀念 因為香港戶外show 比其他地方 台灣差太遠了 墾丁嗎 台灣有兩個 墾丁那類的show 一個北邊 一個海洋 墨節 另一個墾丁 那些 你可不可以遲些 找個時間和我們介紹一下 好 雖然我未去過 但我去過地方 但未去過 那些show 我看很多網上 有很多youtube 網上有很多影片 很多樂隊 那裏起 蘇打六 蘇打六也是那裏起家 我們說過之後 都不怕 因為這個節目其實很尖銳 我們怎樣 跟這些show 現在的狀況 跟香港現時表演的情況 比較 香港的show 最大問題 就是買票的人 有一串 要聽很舒服的東西 很穩陣 很穩陣 香港有些看show的人 譬如說你八點鐘開場 華盛平八點鐘開場 八點十五分鐘 才到場 那些人習慣了 是這樣的姿勢 這樣的態度 你怎樣做show 主辦單位 都很不開心 你講明是八點鐘開場 你不要遲到 八點十五分鐘走到門口 那可否不讓他進入呢 這就是嚴重的問題 變成那班人 你進入得罪一得罪 可能有30%是那班人 最靈飞就買了 你不得罪他 這情況簡單地可以引證 其實那群人不是想看表演 不是真的想看 是一個社交集團 很簡單,看澳門威尼斯人的表演 8點鐘開場到9點鐘走進來 如果你是表演者就很激氣 這樣就不同,威尼斯人有錢 那些人因為他是賭場客 你就沒有辦法 8點鐘開場,9點鐘才到 你沒辦法適應那群人 你就要做很多事情 但理論上,這個情況在外國也有 只不過問題是在外國,譬如美國 或者歐洲 它的 variety 比較多 它有這些東西,但有另外一些東西讓你選擇 香港問題是沒有我們現在的東西讓你選擇 還有,友親都很遠,很貴 對,霸佔了牆,靚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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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靚� 但沒有人願意去 亦都會有很多人在這裏做 台灣其實也不太遠 有地鐵很方便 香港又是另一個問題 香港其實如果你比外國 我去過加拿大、多倫多 真的老年那麼遠 基本上你沒有車 香港沒有車 你就坐巴士、坐地鐵 一定有 我告訴你經驗 但這次不要說 香港太舒服、太方便 因為更習慣 你是米藩班主 你做甚麼是米藩班主 這是沒辦法的 香港如果是說local artist 特別以戲劇界為例 現在出現的情況 就是表演者多於觀眾 很可憐 還有表演者很忙 每天都要排戲 她都不空看戲 亦都有大問題 對 結果出現了一些所謂 順帶的問題 很簡單 譬如做我們這節目 香港原來是絕職的 你連報紙都出不到一些評論出來 出不到的 譬如說 如果我想寫一篇評論 去介紹一下這個 對 現在基本上是沒有位置給你 沒有位置登 對 這個只靠在我們網台中 我們撥一些表演出來 去做這些 對 為何會這樣 因為這些編輯 太遷就那些主流讀者 他認為主流讀者不喜歡看這些 主流讀者不喜歡的原因 是因為你沒有介紹 不是他天生出來 他就不喜歡這件事 這件事就是 雞蛋雞蛋雞的問題 他認為讀者不喜歡 於是不介紹 但我覺得也有另一個因素 就是現在他們做文化版 或者做藝術版的編輯和記者 太年輕 也不是迷 又沒有足夠的經驗去分析 去消化這些東西 譬如有滿叔看了這麼多年 他橫向比較 直向比較 其實已經說了很多割告給大家聽 但奈何呢 他們現在報紙總是用白紙一章的編輯 因為很多時候 這個表演 好不好看 你連背景本身都認知不到 所以他就不知道 誰應該適合寫這些東西 這個問題在香港 是相當嚴重的 不要說我們自己誇張 理論上靠我們這類網台 才扭轉到那些情況 希望是 因為你聚回一些 適合青老的人 一起買在一起 我都很奇怪 為什麼呢 譬如說 我有一些在外國的親戚 有些事情我覺得 你沒理由不認識 他真的不認識 看記憶或者文化的基本 common sense 原來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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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有些人是主流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少許 我們認知也很主流 我講的一件事 很多年前 我們很喜歡一首歌 就是媽媽來的歌 《Reflections of my life》 那天我們在唱歌 他問 為何這首歌不好聽 我們從來是甚麼歌 我不是吧 那麼年輕人 我覺得年輕人 沒理由不認識 這是我個人特殊的偏見 我覺得 譬如說 你覺得老土也好 你覺得怎樣也好 其實 有些是叫classics 有 就是在那個年代 流下來的東西 是傳承到下一代 應該 這個問題 不單止在外國 在香港更加嚴重 我們本身在 現在已經去到80年代 80年代的文化記憶 是無法流傳下來的 我聽過一個說法 你聽出來 你會否震驚 有些比較小的中學學生 是不知道誰是周星馳 你覺得這個現象 應該怎樣分析 即是沒辦法 香港發生太多 這樣也吸收不到 這不是說說 周星馳厲害還是不厲害的問題 而是說 文化的傳承 應不應該有斷層 我最近去英國 我聽過有些人說 不懂的 這也是classic的例子 因為最近有個歌手 Cenna West 跟Paul McCartney出了一首歌 即是一首歌 拍了一張照片 Paul McCartney 跟他一起坐 美國的小孩 就說 這條縮褲是誰來的 Cenna West 跟他合起來 一定是大紅了他 這就等於周星馳的現象 你覺得是怎樣 就是因為時代變得太快 另外這就是學校的問題 我們的教育太差了 沒有傳承 沒有人講 你講的事給他聽 連講的事給他聽 時間都沒有 你在學校學到什麼呢 TSA 你學習的東西是有用的 對你有益的 這就是基本上不應該有貨本 世界不應該有貨本 堂堂就是一周影評 滿宿這些就是教育生態度 意思是否說 譬如讀中學 就不要讀那麼多國文課 英文課 要讀 但問題不是 直接沒有貨本 除氣 你的貨本是活業的 什麼叫活業 打孔 穿 穿東西穿什麼下去就行 譬如最近看了聶隱良 看聶隱良之後 看什麼叫唐朝的傳奇小說 傳奇小說 在那裡就 打孔 要活業 活學會用 譬如最近一部最HOT的戲 最紅的一部 山河故人 賈張鵝 就是講假張鵝 就講假張鵝 改張鵝 即是 課本是很壞 不是課本 是標準課本 更加壞 世上有這個文書 類似的觀點 劉天賜都說過 當年他們讀書的時候 由中學到大 是鄙視學校要你看的文書 他是專門看文書以外的文書 對嗎 基本上 為什麼外國人讀書 拿幾十本書回學 每本書看幾十本書 每本書看一看 他喜歡教面段就教面段 這是學習的方法 文書很壞 特別是由國家 政府編的 文書 這些是鎮農法會 特別在現在的年代 黑管效果是甚麼呢 特別是香港學生 他以為世界所有知識 都在文書中找到 是呀 最壞 其實是對方法 世界最有的知識在文書以外 是呀 真是最壞 所以 阿姆叔 到最後 你也介紹一下 現在香港人都 現在最熱的問題是講IS 我今年香港書展買了這本書 這本書真厲害 幾個月前已經出了一本書 講IS 這個不是譯的 是一個人寫的 背後不是機關 不是一個政府機關 不是一個學術機構 這個人叫黃有龍 這個人他告訴人 他十二歲開始搜集資料 一生人就喜歡搜集資料 不停搜集 他不是來自甚麼資料 他在報紙和不同網上的資料 自己砌本書出來 講IS 清清楚楚講出來 整個歷史講一出來 這個真是一個很難得的人 那裡面有一個觀點 就是說 其實今天導致伊斯蘭國的問題 或者伊斯蘭極端恐怖主義的問題 其中一個源頭 就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英國人在當地 對國家劃界的問題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他講出來 當然很多人講過 但他重提這個點 是很重要的 這件事 我反而在香港聽得比較少 沒有的 香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跟剛才說的藝術文化一樣 他主要的資訊是靠一些 很主流的美國的通訊社 灌輸給你的一些想法 譬如New York Times說甚麼 那些人就處找全收 其實很多這些事是有錯的 譬如當時 這世界很多時候 英國、美國都說了事 譬如以色列也是 以色列也是猶太人 巴勒斯加人 混在一起住了幾千年 兩天兩天兩天 喂 現在出現問題 現在出現問題 就是當初計劃得不好 就是因為這條計劃得不好 後面也牽涉一些國際政治因素 利益問題 就是有的問題 就是此其一 第二就是對當地文化 根本沒有深入的了解 民族宗教完全不理解 可以畫畫 現在各界的線是直的 是呀 直也不可能 不可能是直的 推考出來的結論是 原來是完全人工的 這個人工是跟當地文化、種族、語言 宗教完全脫折 硬硬畫 當時就沒有 於是兩派仇人都不在一起住 有些夾的又分開了 哎呀 真是大禍 這筆帳 我想要在英文媒體出來 大家不得不花一些功夫 不是阿姆 例如你看Tromsky 他經常都有這些 但是這些 剛才我們說的 這麼明顯的問題 這些中文媒體反而會寫得比較多 他是有新觀點 他還有一件事 說一件事 回想一下 現在IS 他說現在局界很大很大 但是他現在已經誇大 現在已經去到這個地步 他當然是作到大 要有這麼多 有這麼多 希望你講數的時候 給他一些 一定有這麼大話這麼大 說我國界去到很大很大 到時候 你便可以和談 他有一個想法就是 去綁架你 勒索你 大家說 將價錢去到十倍 高到一百倍 然後還價給他 是吧 現在情況就是這樣 ISIS的情況是怎樣 我想都在這幾個月 捐端危 因為在我們做節目期間 就說 奪取一些城市回來 但是你說要打贏ISIS 這個我相信都不是一些疑事 當然 我看新聞看清楚一點 用到很高科技去打 打幾個人 打死十個八個 已經長通街了 打死十個八個人 要很高科技去打 真的要不需要這樣 高成本的效益 是中文的效益 因為現在這個簡單 全部IS的人 穿便服的 不穿軍服 你催他不穿 那你怎樣搞 你又沒有地面部隊 全部是高空打他 都不敢地面部隊下去 投書記起 看了這本書 只有一個歷史根源 易消化很多 對現在的情況了解更容易 好了 我們很快就過了一小時 最次感謝滿叔 推介了這麼正的 鬼佬大大地 給我們 滿叔周圍列國 他的興趣是歌爾夫球 雖然高檔少許 但不要緊 很多我們平民少許的東西 都相當多資料 特別是他對八十年代 文化活動 有份參與 沒有 你怎知道 經歷 療兒子長 親身經歷 經歷 很多名人 其實當時 你是直接接觸過 所以大家 就留意 看看滿叔 可不可以定期上來 你安排 你安排 好 今天視覺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大家 再見 謝謝 然後挑選你想撐的節目 你可以交多一個節目的月費 甚至可以選擇 付超過六十八個九的月費 作額外支持 假如你沒有信用卡 或者PayPal戶口 你可以根據節目月費 收費表裡的說明 用郵寄支票的方式交月費 又或者 在辦公時間 親臨普羅政治學院 用現金或支票叫交 如有任何查詢請電 24673088 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节目月费计划 撑MyRadi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